范迪刚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0月19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表示 耶稣并不反对钱财本身 而是要人警惕 不要在钱财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 因为钱财会把宗教变为保险公司 此外 贪财之心造成分裂 就像福音中的两个弟兄那样 为了遗产而争吵 教宗说 我们想想 有多少我们认识的家庭 为了遗产而争吵 谁也不理谁 相互仇恨 争遗产是家庭不合的原因之一 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家庭的爱 子女 弟兄和父母之间的亲情 而是钱财 钱财带来毁灭 也引发战争 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战争 理念的不同固然是征战的原因 但是在战争背后作祟的却是金钱 例如依靠武器贸易发财 利用战争获益等等 耶稣明确表示 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 贪婪极其危险 因为他给我们不真实的安全感 虽激励人敬堂祈祷 但也促使人心生贪念 最终收获恶果 耶稣又讲了一个妇人 一位优秀企业家的比喻 这位妇人田产丰收 财富满盈 她没有想 我将与我的工人 我的员工分享收获 好使他们的家庭也能更加富裕 心里却盘算着 我可怎么办呢 因为我已经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 我要这样做 我要拆毁我的仓房 另见更大的 他的仓房越见越大 他的贪财之心永无止境 如果你有一颗贪恋钱财的心 即使已经非常富有 却依然想要更多 这就是那些贪财者所崇拜的神 家宗说 得救的道路是征服八端的道路 首先是神品 也就是即使拥财也不贪财 把财富用来为他人服务 与人分享 让众人受益 乐善好施 就是我们没有犯下 拜金钱偶像罪的标记 乐善好施指的是 施舍给他人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它不是我们的剩余 而是我们必须有所舍弃的东西 因为它或许对我们还有用 我们正易过拓散起来 我们要试试